反对商业大麻工厂的社区居民于12月13日举办记者会指称 爱是四位议员输取了大麻商人的政治现金钱美真社 反对大麻工厂的居民举牌抗议 前美真社反对大麻工厂的居民所查询到的大麻商人 对市议员政治现金资料的其中一页 前美真社爱是首个申请设立大麻工厂的土地 已被地主用炸了围棋 前美真社前美真洛杉矶报道 鉴于南加州盛在河湖内的爱尔蒙地市 将在下周12月18日 对首家申请经营大麻工厂的案子进行听证会 反对爱是设立大麻工厂的社区民众 在12月13日召开记者会指出 当前爱是五位市议员中 有四人收取了经营大麻申请者 获其引的竞选经费 这些是议员都有利益冲突 不仅参与此案的表决 盛盖博谷内居民 反对大麻工厂的抗议行动成员 原本是打算在爱是第一家 申请经营大麻工厂的4408处 召开本次记者会 但由于该工厂所在处的物业主 连夜把这片土地用铁栅栏围起来 以禁止抗议群众的建筑物 前方的草坪进行记者会 所以抗议群众转往附近一罚子超商的停车场 进行本次记者会 组织者之一的刘凤兰律师 提出抗议团队搜集到的一份公开资料指出 向爱是提出申请经营大麻工厂的11个案件中 其中的经营者点公司与房东等 曾向爱是的5位11元中的4位 捐出大笔的竞选经费 由凤兰表示 目前被抗议群众查到 有收取大麻商政治现金的4位 爱11元9 今年成功连任的是掌奎蒂罗安 Breaklin Terrell 点11元马丁尼兹 Victorian Martinis 以及刚就职为师议员的莫拉莱斯 Mary Emeralds和安克纳 Jessica Conan 此外 抗议团体之称 在今年11月6日选举中 成功胜选的爱尔蒙的山井学区 Monty Will 华裔教委 吴梦珍 Cindy Will 她先前担任爱是都是计划委员时 曾对4400大麻工厂一案投下赞成票 吴梦珍投出赞成票之前 她个人所属的社区团体爱是团队 Tina Monty 在先前已获得大麻商的高额捐款 抗议群体认为 吴梦珍是爱是草根团体爱是团队所推举的候选人 而爱是团队在本次选举中 同样大力支持市长奎蒂罗连任 大麻商人The SXOE所经营的公司在选举期间 曾捐款5000元给爱是团队这个社团 刘凤兰认为 单从目前查到的公开资料 已可证实四位市议员都从大麻商或大麻企业 获取了政治现金 因此社区民众认为 爱是的四位市议员应在利益冲突的回避原则下 排除与大麻申请案的讨论和表决行列 刘凤兰呼吁爱是民众需关注商业大麻经营案的发展 因为特朗普总统曾表示 若地区政府通过经营大麻的项目 将对地方政府停止联邦补助 爱是当前获得了许多联邦补助 一旦通过商业大麻经营案 可能会面临补助款 遭联邦取消的可能性 最终能受益的是那些获得大麻商政治现金的市议员 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刘志孝 当前圣盖博谷内许多城市正在密切关注此案进展 与爱是相邻的天普市 以透过市府律师正式发函给爱是 亚凯迪亚市也在市议会通过动议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